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点33分15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婉如 最近啊这个台湾的老是不下雨啊 结果呢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其实从去年台湾的梅雨季啊 雨就不够多 然后台风呢也没带来多少雨 所以影响到接下来 今年度大家的粮食的问题 就是到底这些农田 能不能持续灌溉呢 台湾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问题 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相关部会 也召开了一个会议啊 当中就决议说 台湾的停止灌溉面积 在今年的第一期多达了四万一千公顷 这个数字是史上第二多的 虽然呢农委会说会补偿 每公顷八点五万元新台币 但是很多农民啊还是觉得说 哎怎么有粮田却不能耕种呢 这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是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连线的是 加南农田水利会的主任工程师 许盛雄许主任工程师 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 哎呃主任工程师您好 您好 是谢谢你一早 主持人下下记者还有张记者啊 是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是这样子我想首先来请教主任工程师啊 这个这一波的汉情啊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刚刚宛如告诉大家是十年来最严重的 可是你们是第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那所以请教你一下真的很严重吗 哦当然很严重 那最主要也是刚刚两位有谈到这个 对我们这个南部这个尤其是这个气候条件啊 我们最主要的降雨的来源就是这个 所谓的五月份的梅雨 还有这个之后的这个夏天的这些 这些台风的这些这些豪雨啊 是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这个降雨来源 那因为我们的气候这个特性啊 就是这些已占了全年的这个降雨量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哦 都是这个这些雨量 那其他的从十一月到隔年的这个 这个五月之前啊 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下雨 大概占了一成多的雨量 所以我们南部的一个因应这些条件 就特别多的水库啊 所以我们主要的用水来源就是要靠水库 是 所以工程师你刚刚讲十一月到五月之间 也就是现在一月份了 这个真的枯水期 那怎么办呢 像今天我们看到经济部要再度召开抗旱会议啊 对那因为就是现在就这个我们水库的这些蓄水量啊 就是大概就现在就是目前就是 那各个地方当然水库的蓄水量不一样 与我们最主要的南部的水那个水库啊 就是曾文跟乌上的水库啊 这个水量目前就是大概剩下三亿吨啊 那这个这个量大概是历年来还减少了 平均的话应该要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三亿吨啊 所以这么这么少的这些量啊如何来有效应用 当然我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啊 那就是刚刚有两位也谈到这个 必须有一些为了因应我们 当然这些水库不是只有供应我们灌溉用水 还有一些民生用水啊供应用水啊 所以我们为了确保当然民生是很重要啊 最重要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有必须有一些 一些措施啊来来这个调度这个水水水水源啊 是 所以说有一些停灌的措施 可以请主任工程师告诉我们 这些停灌的措施大致上是怎么去安排的吗 我们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 是我们当然是按照这个水源的情况啊 然后我们这个供需的情况来来分析嘛 那因为我们这个从这个十一月份到这个 这个五月份这个这之间这段期间啊 我们的事实上我们的灌溉以灌溉来讲 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秋冬季的杂措灌溉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现在开始 即将开始这个春耕啊 就是包括我们一起做的水道 还有春季的这个杂措灌溉 那这个这些水量加起来可能要 哦要五亿多啊 这这些水量当然是不够这个 明显的非常缺少啊 那我们当然就是那个有限的水量 现在三亿水顾三亿 但是你这个控除民生 民生跟这个工业用水呢 大概我们灌溉可以用的大概顶多两亿啊 那这个两亿就你这个我们需要五亿两亿 当然要有一些措施啊 是是所以目前 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开了好几次会啊 我们就是也水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然后也跟我们这个这个农粮的这个政策啊 大家检讨的结果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决定这个我们 这个真文物上的水库这个灌溉的嘉义地区啊 是嘉义灌溉跟我们这个白河水库 因为其他有支援一些白河水库的这个这些这些早市的区域啊 这些准备来这个公告停灌的这个措施 那其他台南地区的台南地区的就是这个 那个从2月1号要来开始这个公灌那个一起做水道 那这个春季灌溉的话 春季砸作灌溉 我们是要全面的来实施 好目前的这个措施是这样 了解 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既然实施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的这个限水措施了 那那个农友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呢 他会不会觉得说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正需要灌溉的时候 干美会不会跳起来啊 哦 就是啊 那个当然是所谓限水措施是这个民生用的 就是自来水的这个限水措施啊 是 那我们灌溉的话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耕作方式跟灌溉制度啊 那我们该什么时候灌溉 哪些地方灌溉 我们都有那个原来的这个气球 既有的一些制度啊 那我们现在目前春根的话 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 应该要灌溉的区域是我们的 双崎作田 也是我们大概有18000公顷的这些农田 当然这个你这个刚刚谈到这个 我们嘉义地区大概有 大约有8000公顷的这个这些 不能灌溉要停灌的话 他们当然会会会会会觉得这个 啊这个良田怎么没有办法 是啊 对对对 因为尤其我们这个 因为现在农民就是这个收益嘛 一起做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起做的收益 因为这个没有台风啊 然后一些这个病虫害啊 什么都比较少 所以这个一起做的收益会比较高 当然政府有有他的措施啊 刚刚也谈到这个 我们这个政府就准备 一公顷要这个补贴农民这个八万五千 八万五千元嘛 一公顷是八万五千元 对这个当然是他有那个 那个措施有大概分啦 就是说有修根然后中立肥的 就八万五千 那修根没有中立肥的七万八 那转做的三万九 大概是这个原则来 是 来补贴农民 对可是工程师这个政府要补贴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新闻了 那是农民还是觉得像有一些是电农 就是跟地主租地的这一块 所以八万五千块真的能够给实际 跟种的农民 真的吗 对他这个八万五千 当然是参照这个 这个每公顷农荣座的话 应该大概可以 这个收益是赚款是多少 农家赚款是多少 大概是也不是说完全这个 这个都是完全补贴 当然是也接近了 但是刚刚谈到这个 所谓的这些有这个承租的这些关系 当然你这个 我们政府也开会的时候也谈到 这个如果是有这个 这个出面的租约 就是说很清楚的这个租约是怎么样 当然是要给这个耕作的人 照这个租约 但是你如果口头的话 看要怎么样这个协商 这个可能要 因为那种口说无品 你不能说这个地主跟这个电农 我自己多少person 这个当然是要看这个大家的协商 那如果很明确的有这个租约 有这个什么 我们是政府是说要补助这个 这个实际耕作的人 主任公司 我想请教您 像这样子的话题 您说有这个租约 有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契约 就就照这个契约来走嘛 对不对 可是在大概是半个月之前 也是传出这个水情很吃紧的时候呢 经济部是率先公布了这个限水的措施 那这个好像这个我们的嘉义县的县长张花冠 他就很不满 对他就站出来抛红说 怎么好像这个在决定这些限水措施的时候 是没有事先先跟底下的第一线的农友们沟通 或者跟县市政府来沟通 那是这样应该不是吧 我们当然我们的农友 我们地方的有管理处有公社 我们都有去沟通 就跟他们说明 最主要是跟他们说明这些水情的这个状况 然后那个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那我们会员 我们来说明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也比较熟悉 大概还可以接受 就是当然这个嘉义县政府 也许他参加这个开会的时候 当然也有邀请嘉义县政府 也许这个县长他没有亲自参加 那也许这个不是说 这个说没有我们这个农委会 或者经济部没有知会 这个嘉义县 事后我知道他们还有去跟县长这个说明 所以有到的县长这样在complain 不过我看到张花冠县长 他也有反映说像增稳水库 有五分之四的面积是在嘉义 可是最后限水的时候 嘉义的这个嘉乃平原 却限的比台南还要多 他就觉得这有点不平 那这个事实上这个水资源 他这个我们这个增稳水库 他这个这两个水库是一体的是串联营运 当然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时候 那个面积很多是在嘉义 那是说他的山上的集水区 水库的集水区 但是以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系统 是包括台南地区跟嘉义地区 那当然我们这个会决定这个嘉义情况是 因为台南他是从这个台南这边往是上游 那往嘉义这边是下游 那这个上游往下游的话 以这个输水过程的话 你这个台南地区是在上游的话 你如果停台南地区 那个冠嘉义地区的话 你这个输水可能会很困难 管理非常困难 这个可能水通不过去 在台南这个水 因为我们这个水利会的这个沟渠都是开放的 不像这个自来水这个是管路系统油 可以这个这个控制 我们是open的 open的 所以说这个你要从上游没有灌下游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是有这个措施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看到台湾面临十年的大旱 对于中南部特别是务农的这些民众来说 非常非常的艰辛这一段时间 那也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现在人类要面临一个共同危机 就是未来我们的气候变化会导致不是大水就是大汗 这种感觉整个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农业 工程师你这个感受应该非常的强烈吧 从过去到现在 以前台湾不至于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这个所谓这个气候变迁或气候异常 我真的是最近几年从这个我们这个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民国98年这个这个莫拉克台湾就八八水灾啊 哇这个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迦南感受也非常深啊 这个大概是两三天哦 把这个全年的雨量降光光 然后这个莫拉克这个降的这个这个 这个几乎3000mm整年的雨量降光光雨后 这个气候哦 那个本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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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啊哦 嗯 9月份还是应该会有一些降雨 结果呢这个这个后来通通几乎不下雨了 这个老天也是很很很很 不是给你很多水就是给你不给你水啦 所以说很奇怪哦 那很很很也是很有趣哦 这个我们98年莫拉克台湾那么大的雨哦 但是大部分都泄光了水库也没有没有办法蓄那么多水 那你从8月8号就那个水库满了就一直用啊用啊 但是后面都不下雨 结果隔年啊就缺水公告停灌了 所以说也是很这个这个降雨跟这个时间的关系哦 这个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工程师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现在因应气候变迁这个气候的变化 而改变我们的蓄水方式 因为过去用水库的一个蓄水 其实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是不是可以善用像地下水库啊 像台湾有很多的郡川啊 是不是也可以在旁边发挥一些功用呢 对也许这个是地区性的哈 这个这个那个地下地下水 那我像这个屏东地区或者是云林地区 他们可能地下水这个就比较比较丰富 那我们嘉南的话可能地下水就比较 尤其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嘉南的沿海地区流过 像我们常常谈到这个 哦你如果抽用地下水多的话哦 会甚至会这个造成地层下陷海水倒关 所以说有区域性的 那我们嘉南平原的话哦 是以还是以水库那个地面水的水源为主啊 是 所以说这个如何这个来这个 因为水库就是在 所以我们我们 刚才我们嘉南水域会管的这些水库皮脂有36周啊 哦 哇我们如何也主要的这些这些水源哦 怎么样来这个那个有效的应用 当然这个要去怎么样 还是要看这个降雨的这个动态嘛 嗯 那我们如何来这个这个管理如何有效的来 来这个运用这些水资源啊 是我们这个这个很重要的 是 哎呃工程师 那我再请教您最后这个问题 就是说讲到这个呃管理哦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用水都分成民生用水 还有农业用水跟工业用水嘛 对不对 那像发生这种旱情的时候啊 通常首先被考虑限制的应该是哪一种用水 哦 当然这个这个三个标的这个这个用水哦 是 你这个要节约的话 是他三三个标的都应该要节省节约用水啊 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民生用水当然他也有所谓的第一阶段的这个这个限水哦 那当然这个民生是跟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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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是是是这个那个息息相关嘛 你这个没有水的话不行啊 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当然这个那个那个为什么会灌溉停灌 那就是为了调度这些这些这些那个水量啊 来供应这个确保民生的这个使用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限水的话当然各标的都要限水 都要这个有当然节约的措施 但是你这个你这个整体的考量你这个尤其是我们农业这个水量用的是比较大宗嘛 明生跟工业又比较少是我们这个灌溉放那个用水一放出去 哇这个圈句话蛮多啊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线我们这个停灌了一部分的这些面积就可以来来来来调度 使这个工业跟明生啊这个这个可以这个没有没有缺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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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虑啊 可是工程师为什么是让民生跟工业呢 民生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农友就会说 那为什么是这些工厂啊 这些工业用水优先于我们农业用水呢 那现在就是当然我们是 当然这个是应该是民生为了民生调度了 那这个工业当然是 现在这个很多工业都是也是从这个自来水公司在供应 当然这个基本上 它当然是这个事实上我们考虑 我们现在台湾目前就是有一些经济政策 当然这个工业是我们的经济的发展的 这些这些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调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民生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他们这些水公司他们也有考量 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些贫团补偿啊 这个那个那个工业工业方面 就科技部他们他们也会这些像我们南部科学园区啊 或者是足科啊 他们都会这个分摊这些要补偿的经费啊 其实我们有水利法的规定啊 就是家用还有公共积水是优先的 然后再来是农业 再来水利最后再工业用水啊 嗯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啊 这个就是要整个这个 这个是那个那个应该就是说 你这个那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蓄水的这个重要重要性啊 像老人最重要嘛 是 人最重要当然是这个这个那个粮食的重要啊 然后就是工业啊 工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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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经济的考量啊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这个状况大概就是整体来考量啊 当然你这个还是你这个 如果你这些调度的这些单位啊 你要付出代价 所以你要分摊这些这些这个补偿的费用 所以目前是这样处理 那也好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 加南农田水利会的主任工程师 许盛雄 许工程师啊 工程师我们最后来这个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啊 经常人家说农业就看天吃饭啊 好像现在水利啊 也是看天吃饭啊 就是老天爷不给你水的话 你的水库还是没有水 这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思维啊 来因应现在的一个整体的变化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也谈到这个台湾目前就是 尤其我们南部的特性就是 主要是你要靠水库嘛 你要这个旭风既沟啊 所谓旭风既沟 那这个要开发新的水源 现在就比较困难了 可能可以开发的这个水库的坝子啊 或者一些那个可以开发的这些地点啊 都很少的 是您是说如果再新建水库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地方的反弹了 对对对对 有这个因素啊 这个当然是 那那个技术上 你这个有它适当的地方 也是比较少的哦 所以说你要开发新水 现在目前在台湾是比较困难 你要建新的水库 很少听到说要新建这个新的水库啊 那你如何把现有这些水源 这些水库哦 能够能够确保哦 那减少它的像水库的话 它是免不了会遗积啊 我们如何来防止遗积啊 这个这个集水区如何这个防止它的沙进到这个水库哦 那我们这个水库那个确保它的这个 起码那个你的现有的水源 然后能够能够确保是最最最重要的啊 那我们使用的话 在管理上我们如何来最有效的来应用 像我们这个水利会的话 我们嘉然是很出名的这个所谓的 轮贯制度啊 我们是整个田里面哦 我们是掌控了每一块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每一块钱 每一块钱依序 适时适量依序的这个在在在操作啊 这是我们是最节省的可能在台湾在市 我们在那个学者也常常拿到世界去发表 哇迦南的这个毒贯制度非常的有效力啊 这个是我们在在目前这还是要坚持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措施啊 是 所以在第一线工作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啊 要随时掌控水情啊 对对对对 这其实我们一般民众其实感觉不太出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里水龙头打开 就是源源不绝的自来水出来了 这跟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跟很需要水的农民来说 这个心里的感受很不同啊 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节约用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等到你没有水了 这个时候再来考虑说 啊怎么办 我们赶快去开拓水源吧 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来再一次提醒 那么在经济部的这个相关的 关于水资源的这个网站上面 都有很多的省水的这些措施啊 或者是办法 大家不妨上去看一看 其实呢 要做到这些并不难 并不难啊 所以呢 水对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千万不要忘记要节约用水 可是工程师很多人会说 我自己节约一点点而已耶 那个工业或者是农业用水一大堆啊 我自己节约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我们常讲这个积少成多 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本的 那个所谓的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滴一滴一滴上来的 我们这个 我们家人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为什么实施这些 我们就是滴滴都要用到这个刀口上啊 所以我们这个 最好是弄到这全部都没有损失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老百姓 这个那个一滴一滴 哇那么2300多万 如果一个人整个一顿 那2300是2300万顿嘛 所以这个还是有这个效果的 是没错 这也是告诉大家 现在台湾的水情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啊 目前我们的受影响的农业面积 就达到4万1000公顷 这个数字是史上第二高 台湾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全台性的 是啊 全台的灾难啊 对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加南农田水利会的主任工程师 许胜雄 谢谢你工程师 辛苦咯 谢谢 辛苦辛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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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